巫统主席阿末扎西今天凌晨的那个记者会上 除了明确表明巫统要撤回对国盟政府的支持 并重申党代表大会过去的立场 绝对不会跟西蒙还有行动党合作 然而以目前的这个形势发展来看 巫统仍然有部分的国会议员 尤其是那些有了当部长的掌握那个官职的领袖 他们还是有意思要继续留在国盟政府 不想撤回支持的 巫统里的议员到底有多少真的像阿末扎西口中所说的 不再支持国盟政府呢 如果巫统的国会议员真的像阿末扎西所说的撤回支持 国盟政府倒了 那接下来真的要筹组新政府的话 巫统会不会和西蒙合作呢 现在国内的政局看似有点乱 排面上看起来 目前还没有一个政党站出来说 他们百分之百掌握多数还是怎样 那无论如何巴黎最热棒呢采访了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以及公众党通讯主任法米 就问问看他们可能的情况 他们就说如今的政局变幻莫测 西蒙未来会不会跟巫统组这个联合新政府呢 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只要不违反西蒙一贯的原则 他们说他们不排除和巫统合作的可能性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的这个问题是颜值过早 但是行动党是西蒙的一部分 我们有42位国会议员 我们觉得任何一个首相人选 要成立一个稳定的政府 我觉得都必须要跟西蒙联盟讨论 我们是准备要与任何个国家 即使是在现在的抗议 即使是在巴卡坦阿拉班 或是任何个人 只要不违背原则 西蒙不排除与任何政党合作 组织新政府 但目前下一步行动还有待商议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兆福 及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在接受八点自日报访问时都表示 随着巫统撤回对首相莫有丁的支持 那按照宪法 莫有丁已经失去担任首相的资格 理应自动辞职 首先在雪莱登政变的时候 他只有114个国会议员 来宣示做首相的 当时是包括武统的38位 所以当昨晚 Sahid Hamidi宣布说 武统退出他的政府 就等于说 不一定现在是失去 整个国会的多数的议席的支持 照理来说 根据我们的宪法 如果一位首相失去 在国会的多数的支持 他就有责任要辞职 现在 原首建议解散国会 促成全国大选 但他认为 目前国内疫情依旧严峻 那原首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 同意举行大选 针对目前的政治乱局 行动党组织秘书陆赵福指出 武统这回对慕尤丁的支持 那盟党之间闹分裂 是国盟自己造成的内部问题 整个政局的问题就是 今天是由国盟自己造成的 这个局面不是我们造成的 这个局面是他们的伙伴 政府的其中一个成员党 要退出政府 所以今天的这个乱局起因 都是他们本身 他们本身也承认 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政府 国盟内部闹分裂 让大马的政局 再次陷入了一个僵局 刚刚我们提到 总检察署发的文告 就是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首相慕尤丁失去了 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政府可以继续执政 不过针对这项声明 西蒙主席理事会 也发文告回应了 他们说当初慕尤丁 就是借着其他政党的支持 来维持他这个政权的 换句话说 当某一个政党 不再支持他的时候 这个政府就理当是倒台了 而慕尤丁呢 这个时候必须要 立刻辞职下台